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今天来到我朋友的原则来晃一晃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既是一种原生种的蝴蝶兰的品种 我们称为石塔基蝴蝶兰 这一批的个体其实是我交配的个体 就是我把我的两颗的父母本交配以后去做种子 请人家做小苗出来以后种出来的后代 这一批的石塔基其实变化性还蛮有趣 花型的变化性都不太一样 整体的造型是一样 白色的底中间带有唇瓣的地方带有斑纹 或者是其他地方带有斑纹 这是它的特色之一 它是五大斑叶蝴蝶兰之一 所以它也有斑叶 基本上因为我朋友这边的阳光很强很强 所以它斑叶会接近消失的状态 开花如果你种大的时候 它可以开的满满都是花 基本上石塔基、菲律宾、Sideria 这一类的兰花都可以开到上百朵的实力 这个你看是白底的 市场上也有一些黄底的石塔基 你看每一颗都不太一样 但这一颗就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感觉 这个就是石森苗的特色 石森苗就会有千变万化的样子 今年因为它是第一年开 所以开的状况没有那么多 就是种满一年而已 明年的话植树当长大的时候 它的量体就会大起来 所以这个跟植树的大小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你可以看它的花苞还在打 很可爱 都还在打花苞 是绿底的 就是你看它花苞是绿底的 开起来是白底的 这也是这种的特性之一 那石塔基蝴蝶岩的最大的优点 是它有机会长根苗 根苗就是它根部如果受到外界的撞击 或者是不小心折到 或不小心断掉之类的 塔卡多哥可能从根部的地方长出小苗来 这也是这种兰花很大的特色基 而目前只有这种兰花会长根苗 或者是它交配客体 所以在野外的状况下 它的可能是常常受到攻击 或是倒木 所以会有一些根旧根活在原本的树上 它会从那个树上长出小苗出来 那石塔基的根苗是成长速度也不快 我们通常会觉得说 那个速度应该蛮快 其实不会 石塔基的小苗的根苗 基本上它成长速度 跟你用种子拨的速度差不多 非常非常慢 所以其实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大量繁殖 其实没有 它的速度还是很缓慢 你可以看这一区的石塔基在太阳下看 是非常的好看 应该再过个一个礼拜下 礼拜左右它就会大开了 所以大开的时候再来拍拍看 这一批的变化性大概就是在花形上的变化 你会发现它的其实在所有的花形会有一些 有些比较有些比较饱满一些些 有些比较瘦一些些 有些比较立体一些些 那这个就是跟它的那个基因的多样性有关 不过呢 基本上这一批率好养的 以前我在种石塔基的时候 我发现有那个好养跟不好养的品种 之前还有跟人家买过那个非常非常贵的品种 它的花上面有很多的喷点 红色的喷点 那就是种不活 就是没办法 那但是 像我这一批的系列就觉得很好养 基本上就是像我那边的存活率也非常的高 那我今年也有一颗开花 所以我都觉得它算是一个好养的个体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石塔基的时候 除了市场上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体叫收狗之外 还有其他的小个体 大家也可以去考虑看看 那很多人都问说石塔基会不会香 石塔基有香的 也有不香的 也有臭的 那也有那个带有奇怪的味道的都有 那基本上呢 石塔基不香的比较多 没有味道比较多 像这个目前我还没有闻到香气 不知道是刚开的问题呢 还是它本身就没有香味 有些听说有些品种还有肉桂的味道 就是肉桂味 所以呢 跟它的个体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不同的个体状况下 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味道 基本上以前我在买黄色的 石塔基的时候 很多黄色的石塔基都会香 很多是红色的石塔基都会香 都会带有香味 那但是白色的呢 因为我都没有仔细闻 为什么很多时候都没有仔细闻的原因是 因为在我顶楼啊 旁边都是Sylalia Sylalia全部都是香味 所以我完全搞不清楚这一颗到底香不香 不过我们后两天的时候有来闻一下这颗 这颗好像带有一点点的香味 很淡很烂的香味 看过两天的时候它会不会香味 会越来越浓郁 有时候刚开的时候它香味并不会完全出来 要一段时间之后 好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兰花在开 除了石塔基之后 还有其他兰花在开 好 这个很有趣的兰花 它看起来外表像什么呢 其实有一点点像Sylalia 但是它纯瓣的颜色又有黄色的颜色 那这一批系列呢 其实是两个个体相交的石塔 Sylalia去交阿婆所产生的后代 所以你可以说是Sylalia 这两个香蕉的后代 有人会把两个名字接在一起 它的颜色就跟个体有关 你看左边这个跟右边这个就不太一样 这个就要赌运气了 赌赌看哪一颗长得比较好看 这个就很难讲 你看这个颜色就是这样子 白色有些非常非常下阿婆 然后带有纯色的颜色 有些带有Sylalia的感觉 然后有纯色的颜色 这个就跟完全跟个体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Sylalia这一类型的兰花 它的基因会比较弱一点点 你会发现阿婆这一类型的基因 我们朋友有教了一些些 像阿婆聚焦史塔基 阿婆聚焦Sylalia 这个教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阿婆的基因非常非常的强 只要教到阿婆 外表都会像阿婆 这个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状况 就是它的基因的显性 非常非常的显性 所以你会发现Sylalia 去教上阿婆了以后 其实它整体的外表 整体的外表是比较像是阿婆蝴蝶染的 阿婆蝴蝶染 其实它的喜欢光线比较强一些些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 不同种的杂交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些品种 A交B的时候 它就产生中介型的个体 就长得像 长得像它两个混合型的个体 这个是我觉得 还蛮有趣的状态 就是它并不像完全是A 也不像完全是B 而是介于两个之间 那会出现什么个体呢 就是看赌运器 看会不会出现你喜欢的个体 主要因为是每个人喜欢的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喜欢像Sylalia 有些人喜欢像阿婆的 那通常交配型的时候 他们会很多很多 等到很多很多开花以后 去选喜欢的个体 那再去做分身苗 或者是做快速的繁殖 繁殖出从一颗个体出来 所以在育种的时候 它必须花非常多时间 在照顾很多的小苗 最好让它每一颗都开 那你就知道 它到时候会长成什么样子 或是哪一颗比较优秀 交配很多很多下来的时候 终于可以找到优秀的个体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些优秀个体 他们会再去做分身苗 然后大量的上市 这也是慢慢的育种的一个 很有趣的方式之一 所以这个就是两种蝴蝶岩 交配下来的结果 Sylalia交上阿婆 两个出来的Sylalia婆 其实它的叶子会变得很像阿婆一样 你会发现阿婆的基因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基本上叶子的形态会被吃掉 花的形态也会被吃掉 好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